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目的 那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就是没有道德 达到目的一定是贪欲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故事基本上就这个故事 那你看到的很多评论 也就基本上是在这个角度上去评论的 那如果从事情推断的本身就比较容易了 真的比较容易了 浴火焚身 浴海南田 整个在人类社会中就应遇了这两句话 浴火焚身 浴海南田 就把人类带入的毁灭境地 那还不就是魔鬼统治的世界吗 那魔鬼统治的世界 如果还没有人能够 起码有人站在他自己能理解的角度来讲 去坚持一份道德的话 就是坚持正信 那才是真正的 我以为那才是在不同层面的真正的正义所言 那如果我们在谈道德的时候 都会遭到人嘲讽 说你就会谈道德 别的都不会谈 都能遭到嘲讽的话 而这些人又在网络上 在媒体上 在社交的环境中 去进行所谓这样的讨论 那样的争执 任何角度的一种所谓新闻的评述 还不就成了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妖精鬼怪兽 什么都有 就没有人 这个社会妖精鬼怪兽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人的一个社会环境吗 所以让人们可以大言不惨地 去谈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当人们出于自己的目的 去这样评价的时候 其实是人类社会的悲剧 因为大家没有任何意识说 这是个问题 人们却嘲讽那些道德 他在嘲讽道德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没有点 你没有点硬货 你没有点消息 我觉得开玩笑 有朋友说 那你又没看见乌克兰是怎么样 你去了 你去了 这话都是非常没有道德的话 你知道事实吗 你能够展现真相吗 你知道事实吗 你能够展现真相吗 你看到了吗 明天你们两口子过日子 你看到了吗 明天你们两口子过日子 你看到了吗 你肯定没看到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过日子 为什么要去恪守这一份现实呢 那不就是道德吗 如果你有别的话 你媳妇肯定骂你 对不对 你这个缺了八分德的 被唐山老太太缺了八分德的 就是现在人认识问题就这么浮浅 真的就这么浮浅 也就我个人觉得有时候觉得 挺不容易的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就出现比较有趣的故事了 这是我们看一个与中国相关的一些系列的新闻 南海视察共同富裕 媒体不提上海封城的事情 那他会讲到很多内容 但是呢 不同的媒体会有针对不同的报道 这是台湾中央社讲的 那如果不提上海封城的话 其实上海封城是个忌讳的 他用的照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当时现场的照片 我们看到他在南海 在三亚 现场照片是戴口罩的 他好长时间没戴口罩 是戴口罩的 所以我自己以为呢 不提上海封城原因 透显出与上海帮之间的那种搏杀 是非常惨烈的 是非常惨烈 就是惨烈到让他比较忌讳了 他不提上海 提上海这事就让他头疼 提上海这事是不好应对的 上海留给了一个李强 李强对他忠心耿耿 那李强遭到了围攻 借助民间 借助上海帮在当地的整个势力去围剿他 可能有朋友说不一定了 这个这个那那尽管李强是外来的人 那上海帮也有些事情不一定像你说的那样 那我个人不太否认了 但是上海跟北京是一样的 都是齐生的 你外来的人进入了上海 然后你去管理上海 然后下面都是讲上海话的 你上面是说老土的北京话了 上海人说老土的北京话 还买你账吗 真的不买 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的 几十年就是如此的 所以上海排斥北京人 北京人排斥上海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多少年的故事 江山一改秉姓南移 那同样两个城市 对其他城市来的人 他同样是排斥太宗 没有人说这叫歧视 那歧视无处不在 其实讲平等的人 大多都是 本身就是歧视的 讲平等的人 大多都是歧视的 原因就是 他是自卑的生命 自卑的生命 自身没有能力 然后又要去靠运动抗争 就出了所谓的平等 他不去尊重自己本身的 和党媒唱反调 中共国务院突发通知 还比较简单了 那党媒呢 就是一刀切 你哪里 就是我今天封城了 就封了 那国务院 他是管运营 管经济的吧 说你不能那么封 你把卡车给封得 全是封条的话 人怎么吃饭呢 对不对 其实呢 原因就是习近平扔了一句话 然后牛脸自己跑了 可是呢 那这个城市得运作 那是归李克强 归国务院 可是习近平扔这句话呢 所有人都得按照这句话走 那李克强说 他得吃饭的 对不对 他不吃饭 你说如果上海吃不着饭的话 那就成我的错了 就这么回事 其实没有什么畅不畅反调 他表现这个体制的卑贱 这个体制的那种 那种人说叫僵化 根本不是什么僵化 各个寻求自保 习近平自己也寻求自保 在各自寻求自保当中 把人 就是中国人 就当成不是人 是任意的推脱 所以 你说国务院真的是 有多大 谁不知道这事应该怎么办 谁都知道 但各个都得在那儿 媳妇咋都装孙子 因为他用共产党的框架在那儿 那共产党的框架 就是让你人整人 习近平做什么事情 就自然整了李克强 那李克强做什么事情 就自然对立着习近平 其实是这个 他的矛盾 是在中共的框架下存在的 在国际社会中是一样的 魔鬼统治了世界 那今天 比如说 这个普京 普京想去维护他传统的 这个宗教理念 那是错的 那是违背天意的 那今天的天意呢 就是你看到的是 无神论的这种 这种科学的昌盛 难道女昌的昌 科学的昌盛 那昌盛的一切就去反他 所以你看了就是 西方社会 以不择手段的方式 去反这个普京 那普京呢 又有自己宗教的认识 他肯定不服气 往死了跟你干 我就这个 他就是普京 以一种这种 怎么说呢 现身的方式 真的 一种训道的方式 在应对着西方的对垒 那他们俩都 双方都没有想到 这是魔鬼统治世界 在毁掉所有人 我们跟大家讲述 其实也是这 魔鬼统治世界 在毁掉所有人 它是宗教 东正教 俄罗斯东中教 是宗教 是信仰的末端 它不足以抗衡 魔鬼统治世界 就这么点故事 就难了 就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他的生命概念在那儿 在魔鬼统治世界 毁掉人的 人被毁掉的过程中 也是人贪欲所为 遭到的报应 贪欲所为 遭到的报应 那这是一个因果相报 就是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极 两极之间的互动 那两极之间的互动 那最终呢 它是在魔鬼的框架下 当这种互动达到了时间点 就是凑过了日子之后 那魔鬼就要被消掉了 就是天灭中共 其实就是这个了 那你在现实的环境中 人们去跟随着魔鬼的思想 人们去跟随着魔鬼的利益的一切 都将遭到报应 这是我们跟大家一直讲 退党退团退队的含义 说上海14亿的豪华半工龙 变成了方舱 这个没有什么的 那个他嘲讽啊 这个共产 这都是编新闻的这么编法 当那样的政策下来 当他的生命定位造纳的时候 他一定是这么干 因为他可以把上海的所有东西都给毁了 但他要执行习近平的政策 他要把上海所有东西都可以毁了 但执行习近平的政策 因为他想留下上海的一切 他就对抗了习近平 那他就死定了 他不能对抗习近平 他毁了上海 但我对了应对了习近平 不就这事吗 那共产党所营造的是这个故事 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嘲笑的 今天的人 没有正常信仰的人 当你置身在那个环境中的时候 你大多都是帮凶的 也不用 你不用在外头 你觉得如何如何 根本不是的 根本不是的 所以只能真正释然的人 我以为才可以 上海出了十大冷笑话 防疫变成瘫痪 说句心里话 这个冷笑话不咋地 他嘲讽的 但是嘲讽的本身 在今天看来 我个人觉得已经不咋地了 真的不咋地了 原因就是被关 就是被封了的人 小区封了 人封了 那封了 两个都封了之后 人们已经没有曾经拥有过的那一份 那一份诙谐 那一份幽默 就是人性中的诙谐幽默都没有了 所以挺可怜的 即使是嘲讽的反抗 都是挺可怜的 防管区不是放飞区 全放飞了 我们不封城 只是封了浦东跟浦西 浦东浦西不就全封了 不是建方舱园 不建方舱园 不只建一个 这没有啥的 拐点到了 向上拐 这真没啥的 直接上天了 物资充足 百姓们如何如何 物价平稳 因为平稳的高处 这真的没有啥 所以这跟曾经我们看到的这种故事 就是这种民间的嘲讽 已经差了很远了 就是它反映出 在疫情的背景之下 其实很多人是支持的 很多人是支持共产党这么做的 否则的话 不会出现人们在现实环境中那种 那种生命意识跟不上 陈世忠 疫情扩展 单日可能会上万 这是台湾 那台湾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它的硬做的思维 是西方左派 挺可 挺惨的 你就眼看着 你就眼看着 一点招都没有 它应对的方式 台湾应对的方式 对比新加坡如何 对吧 我们做一个对比 对比新加坡如何 那对比这个日本如何 对比这个南韩如何 所以其实是完全可以比较的 或者说对比香港如何 都是完全可以比较的 但它反映出 甭管是陈世忠 甭管是今天的 他的政府里面的高官 台湾政府中很多高官是学医的 那但是呢 他就被矿在了医学的角度 医学是科学的前端 所以被矿在了一个科学的前端里面 他摆脱不了他专业的东西 这个环境跟潮流 所以台湾人 台湾人民 中华民国 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选择了拒绝中共 这是天意 这真正是天意 所以而在他的社会中 却出现了这样的 不能诠释 不能理解的 代表着魔鬼统治世界 他的深厚的力量 只能就这么看着 但是呢 中华民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台湾人会受苦的 为他们的思维方式 为他们的被灌输的思维方式 而受苦 真的就是理解上的受苦 中共国被国际团结吓倒了 这可能转向核统台湾 我以为谈不上了 我以为真的谈不上 原因比较简单 这样的专家的说法呢 只不过是迎合 媒体在迎合背景之下的一种 操守做法 操守做法 那你说习近平是不是会吓到 所以只要习近平在 只要习近平在 习近平共产党最终毁在习近平手里面 这样的话 习近平在控制着共产党的时候 中共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 甚至说没有天意 会对台湾造成不测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到现在来讲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是新闻媒体 在在他的反映到 某种天意反映到人的环境中 人们他们出于媒体的节目的需要 到底人得做节目 对不对 媒体的需要 会拿出一些这样相应的论述 没有什么对错 它是一个环境 它是一个环境跟氛围跟潮流 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收到了非官方邀请 加入了叫AOKS AOKS AOKS呢 它是一个军事结盟 那军事结盟是指 这里指的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 在印太地区 以海军的力量 作为一种防护力量 日本收到了非官方邀请 加入这个军事结盟 这个军事结盟 它是保护印度洋跟太平洋的 所以它是以海军的力量为基础的 日本呢 如果日本加入的话 就等于是做成了连锁链 我个人觉得比较 稍微比较奇怪 就是比较那个的 它为什么不包容到台湾 它把台湾跟南海等同地区 等同了一个区域 当等同区域之后呢 这是一个战区 它更侧重 我以为就比较漂浮 说句心理话 比较漂浮 如果台湾发生了战争 中共打了台湾 那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对不对 它按照协议上说 是没有的 所以 真正打了台湾 按照协议上 只有美财的防护协议 就防护 叫什么 防护协盟是防护协议 并没有这个军事联盟的介入 就是它的涵盖 当然它可以借口说出来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很大框架下的一个反对 就是遏制中共的一个机构 一个军事结盟 说心理话 我怀疑它的运作 我怀疑它真正的运作 它的恐吓的成分更高 在这样的战争的过程中 你看到的印度跟美国之间对立 印度跟美国之间对立 印度跟英国之间对立 所以 你不能够落实在一个地区上 你比如说 如果把台湾加进去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切实的 一个地区的安全 如果你这么虚着弄的话 不是那么满的事 但是它确实是一种意愿 我只能说它是一种意愿 而在西方社会中 今天左派统治的社会当中的腐败 会促成它真正的运作的那种虚弱 但我还是说那话 是因为习近平在掌控着中共的时候 习近平生性比较胆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